一打开厕所门没人敢进去 因为有只鸭子就在里面 夹禽类的鸭子怎么会在民宅洗手间里 屋主表示昨天假日打开一楼仓库后 可能不注意的情况下鸭子就跑进来了 结果发现后一群人忙着抓鸭子 花了一会儿的时间才把他赶到厕所里 贴上了纸条暂时不开放使用 他会回来会去压 然后五六个人回着就慢慢抓慢慢赶进去压 赶到厕所 对对对 大家应该没有抓过压的经验吧 没有啦怎么会去那个 回到那边他从那边捧错了 先抓他的翅膀了 动作很机灵呗 抓到翅膀他就不会飞了 你们是第一次捡到这个吗 对啊第一次了 只有这里才能五六个人一起抓 鸭子没来由的跑进仓库压锚掉满地 这意外之客真的是把一家人给吓到了 只好先通报里长 看看是不是附近居民遗失的 秀城里里长黄世伟表示 先拍照透过里内社群软体询问看看 最后若是无人认领再通报动保处 能够不吵大家的方式 基本上一个讯息能够处理 那当然是用讯息处理就好 不需要到整个广播 对而且广播有时候会听不太清楚 对所以我倾向你用 赖群组去做一个传递这个讯息 那如果真的有人 有人真的收到了 那他可能就会联络我们 那没有的话 那我们只好请动房处协助 黄里长表示 当了里长两年多通报协巡狗猫 或是找人都有过经验 但遇到鸭子跑入民宅 需要通报协巡还是第一次 同样的也让这户人家 吓了一大跳 大门没关好 索性不是小偷闯入 而是来了一只鸭子 意外的访客 真的成了茶余饭后的聊天话题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